游戏王卡图故事之提提外转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座风雪礁下 无人敢靠近的大灵山上 团聚着一条名为毛枪龙的巨大冰龙 从其身体释放出的强大能量 化为暴风雪席卷了整座灵山 甚至蔓延到了人间 在极度寒冷的恶劣天气中 各大部落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 冰龙的肆虐排自继续 挑战冰龙的是两位来自人族部落的勇者 其中一位是将封印之术 修炼到极致的大魔导师 另一位是手持双剑 能在天空自由翱翔的人鸟英雄乔治 曾经敌对的二人 在面对共同的危机时 竟下定决心携手抗敌 他们在经历了无数次挑战后 终于来到了巨龙的面前 在静魔师用风魔镜 抵挡住冰龙的攻击后 乔治以凝聚全身心的一击 将冰龙的身体斩断了 但冰龙并没有因此消亡 即使身体被双刀切割成三个部分 却依然能感受到他的脉动 就像要将大灵山的冰雪 全部吸收殆尽一般 毛枪龙将以三条冰龙的身份 实现新的复活 他身体的其中一个部分 演变成为了一只能制造出 强力冰冻能量的冰魔龙 其在被封印之后 便变化成为了冰结界之龙光枪龙 由身体的另一部分 演变成为了三手冰玉龙 其变化成为了在三条冰龙中 拥有最强战力的冰结界之龙 三叉龙 而冰龙身体的其余部分 则在被封印之后 变化成为了冰结界之龙 天枪龙 在与巨龙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而隐居身骨的剑士 乔治 其所在的地方便是日后的霞之骨 居住在此地的居民 则是继承了乔治血统的鸟人与鸟兽 而与乔治携手击败冰龙的那位静魔师 其为了实现与朋友的约定 独自踏上了封印冰龙的旅程 这是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 挑战超越人类认知存在的英雄的故事 今后 人类也将为抵御外敌 而解放冰龙的行为 付出巨大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